11题 神长L 质量M的物体 镜子释放和质量2M的镜子物体 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则碰撞以后 整体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 这个质量M从上面 晃到最底下来 然后跟这个2M产生碰撞 可是M和2M 它们之间的碰撞是完全非弹性 而完全非弹性 两个物体会黏在一起 所以两个一起往前继续摆动 现在要问摆动的最大高度会是多少 我们这里我们先求 质量M这个物体从上面先晃到底下来 当这个球晃到底下来的时候 假设速度是V1 所以我们先知道从上面 假设上面这边是A点 到底下这边是B点 从A点到B点 它下降的高度是多少 因为找到了下降高度 就可以找到它减少的位能 而位能少了 可以变成动能 所以我们先找整个高度的变化 这个水平面上 上面这个夹角是60度 所以底下这个是30度 而30度的对边 长度是斜边的一半 所以斜边长L 表示上面这边30度的对边就只有一半的长度 所以只有二分之一L 所以底下这一段的长度也会是二分之一L 因为全部一整条长度是L 所以上面一半二分之一L 底下也会是二分之一L 所以从A点到B点 整个碰撞之前 重力位能减少变成了动能 我们从减少的位能变成动能 M G H减少了二分之一L的高度 所以高度少了 速度快了变成动能 二分之一M 速度变成V1的平方 所以两个M消掉 这个二分之一也消掉 所以V1就要等于开根号GL 这个是碰撞以前 A和2M这两颗球碰撞之前的速度 等于根号GL 那现在接下来要完全非弹性碰撞 所以碰撞前本来是质量M 可是速度是这个根号GL 那现在撞了以后 M和2M两颗黏在一起 两颗一起运动 这两颗运动的速度假设变成了UE 所以这个UE就等于M加2M变3M 3M跟M消掉 所以剩下三分之一的根号GL 所以撞了以后 整个M和2M完全非弹性 碰撞以后的速度是这个UE 等于三分之一根号GL 那再把这个动能 因为两颗球连在一起 一起往前运动 因此动能又把它弹高 变成了重力位能 所以二分之一 两颗连在一起是M 加上2M 所以总有3M连在一起了 乘上速度是这个 三分之一根号GL 的平方 这个是碰撞以后 那一瞬间的动能 而这个动能 晃上去变成M 加2M 乘上G 假设最大高度H1 所以M加2M 总共这个三雷抹性消掉 3的平方 9、9、2、18 所以18分之一 GL 就等于GH1 因此两边G消掉 H1 等于18分之一L 所以整个能够上升的最大高度 是18分之一L 这个是可以上升的最大高度 而整个碰撞过程 损失的能量 损失的力学能 损失了多少 因为M的质量 从上面到底下 是重力未能变成动能 在碰撞之前 并没有能量损失 而碰撞的过程 是完全非弹性 因此损失的力学能 只有在完全非弹性的这个过程 有能量损失 所以损失能量 我在碰撞前的能量 是2分之1 碰撞前 是只有M的物体有能量 所以2分之1 M 乘上速度 在碰撞前的速度 是根号GL 的平方 这个是碰撞前的 减掉 碰撞以后 碰撞以后 如果谈到最高重力未能 所以M加2M总值量 乘上GH 乘上GH H是18分之1L 这个是最后的重力未能 所以把碰撞前的能量 减掉碰撞后的能量 就是中间过程损失的能量 所以2分之1 M 乘上GL 减掉这里3M 3和18约掉 6分之1MGL 所以2分之1减6分之1 等于 6分之3减6分之1 变成6分之2 所以有6分之2的MGL 或者是3分之1的MGL 这个过程是损失的能量 所以损失了 3分之1MGL的能量 而整个碰撞过程 我如果用碰撞前后的动能来计算 碰撞前的动能 是2分之1M 速度 刚刚说速度是根号GL 的平方 减掉2分之1 两个黏在一起 总值量3M 而速度是3分之1 根号GL 的平方 所以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计算 于是 2分之1M GL 减掉 这个3的平方9 928 所以18分之3 M 所以这里 因为2分之1是18分之9 减掉18分之3 等于18分之6 18分之6 等于 3分之1M GL 因此 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最后损失能量 3分之1M GL的能量 这个11 1M 2M 2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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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